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林鄭寫醫師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告訴你有關皮膚病 還有醫學美容的相關訊息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在上一集呢 我們告訴大家過有關肝斑的分類 還有肝斑它形成的原因 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你還不知道什麼是肝斑 為什麼會形成肝斑 歡迎看我們上一次的影片 那麼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更加談談 那麼肝斑的治療方式其實非常多 如果你搜尋文獻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治療方式的選擇 但是呢 會有那麼多的方法發明 其實代表還沒有一個方法是完美的 還沒有一個方法可以真正讓肝斑徹底消失 所以不同的研究者會一直發明新的方法來治療這個肝斑 那麼以下呢 我就會針對文獻上目前提到 有關肝斑的治療方法 我做一個整理 並且分享我自己在 這麼多年治療肝斑的經驗裡面的一些小撇步 那麼講到肝斑的治療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防曬 我們知道肝斑它受止外線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沒有防曬 你肝斑再怎麼治療 你在打什麼的這其實都不會有很明顯的效果 那麼有關防曬用品呢 我們會另外錄製其他的節目來教導大家 怎麼選擇防曬用品是對你最適當的 不過基本上你一定要選擇能防止紫外線B光 也就是SPF至少25以上的防曬用品 同時最好一定也要有防護紫外線A光的防曬用品 因為你乾斑的防護也會比較好一些些 那麼在之前的節目我們也提到說 目前有一些研究發現可見光可能對乾斑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未來可能也會有一些可以防護可見光的這種防曬用品會出現 不過不管你擦哪種防曬用品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個量一定要足夠 第二個你一定要補擦 尤其是你在戶外的活動如果比較多的時候 容易流汗 這個汗水會把防曬用品給帶走 所以請補擦防曬用品是你在治療乾斑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則很多人會覺得自己臉上已經擦了防曬用品 所以更勇敢的去曬太陽 結果這個結局就是乾斑越來越嚴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嚴格的防曬 那第二個要講的就是美白用品的選擇 在選擇美白淡斑用品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分為藥物還有保養品的部分 那藥物最常見的就是我們傳統所謂的三合一藥膏 三合一藥膏在乾斑的治療上其實已經有非常久的歷史 所謂三合一藥膏就是同時含有 對本二分 類固醇 還有A酸 這三種成分的美白藥品 那它的特色就是擦的時候其實效果還真的蠻不錯的 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你擦的時候會很有效 但是一旦你沒有擦它常常會反彈回來 而且這個斑的延伸濃度可能會比原來更黑 甚至有一些人他因為長期使用這個含有A酸 類固醇 還有對本二分的美白用品 所以長期擦下來有可能會產生皮膚變薄 皮膚變得比較敏感 比較刺激 甚至顏色越來越深的這種副作用 所以在使用三合一藥膏的時候要非常小心這一點 那事實上呢 在我的治療乾斑的經驗裡面 我這十年來也越來越少使用這種三合一藥的藥膏 因為它在西方人雖然用得不錯 可是在東方人使用常常會造成皮膚的敏感 我其實在平常門診中常常看到一些患者 他因為長期用這種三合一的美白藥膏 造成了這個酒造的一個皮膚炎 那如果你還不了解什麼酒造 歡迎布希我們之前的有關敏感肌 酒造肌 以及過敏肌的一個說明 那還有一群美白的成分 就是所謂我們平常保安品可以用的成分 剛剛講的對本二分呢 它是屬於藥品類的 那我們平常的美白保安品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可以選擇 像無紋線上有提過的成分 就包括像左旋維他命C啦 還有它的相關的衍生物 還有蠔酸 熊果樹 杜鑑花酸等等 這些美白成分也都有被報告過 可以用在乾斑的治療 那麼濃度要差多少會比較有效果 以及怎麼差會比較有效果 這個就需要有專業的人員 去告訴你怎麼差會比較好一些 第三個我們要提到的就是有關雷射的治療 那事實上呢 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我們開始用這個禁膚雷射去治療乾斑 那它的原理呢就是用禁膚雷射 它的這個雷射光線 去震碎我們乾斑裡面 過多的一個黑色素 這個色素被震碎之後 經由我們人體的代謝 黑色素慢慢淡掉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一次一次的治療之後 乾斑就越來越淡化 像你看照片上這一位 就是我們用禁膚雷射去治療乾斑的一個效果 效果的確是相當的不錯 不過禁膚雷射其實也有它的問題存在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禁膚雷射啊 你的使用的能量不是那麼的正確 或是你過度的頻繁去治療 有的人在禁膚雷射治療之後 臉上會產生又黑又白 這種斑駁的情形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禁膚雷射能量過強 造成你皮膚黑色素細胞受損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復發的問題 我們在上一集的節目有提到說 乾斑它其實不只是 黑色素細胞過度活躍 產生過度黑色素的一個問題而已 它也牽涉到我們真皮層的一個老化 包括我們的纖維母細胞的一個老化 包括我們的肥胖細胞 還有我們的皮脂腺細胞 還有包括我們彈力蛋白的一個老化等等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血管的增生 這個事實上就是我們這幾年在國外的一些研究 有發現到說 乾斑的患者其實是他的生皮層底下 他的血管有增生的情形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單純用禁膚雷射去把黑色素打掉 雖然黑色素被你打掉了 可是他乾斑根本的問題 他皮膚老化的問題 他血管增生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去處理的話 事實上你會發現說你一段時間沒有打禁膚 雷射你的乾斑就跑回來了 那所以在兩三年來 開始嘗試用其他比較進階的雷射去治療 就是所謂的皮秒雷射 那皮秒雷射為什麼在治療乾斑方面 會優於傳統的這個禁膚雷射呢 我想主要基於幾點理由 第一個 他皮秒雷射的脈衝時間非常短 他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去把黑色素給擊碎掉 但是他產生的熱能非常少 也就是說 他不會把黑色素細胞給熱死 造成這種臉上有又黑又白這種斑斑勃勃的情形 這是他第一個優勢 他的脈衝時間特別短 那皮秒雷射的第二個優勢呢 就是他可以在我們表皮形成一些空泡 這些空泡會間接促進我們真皮層的一個更新 他會讓我們的膠原蛋白重新更新過一遍 重新增生到我們已經缺的量 也就是說他把我們皮膚光老化的部分給扭轉到比較年輕的狀態 這是針對我們之前提到肝斑形成的原因 所謂真皮層老化的部分去逆轉它 也就是說你除了把黑色素打掉之外 你也把他的圓頭皮膚老化的情形給改善了 這樣子你用皮膚雷射去治療之後 你會發現說你肝斑的浮發率會降低很多 像這位患者就是我們用皮膚雷射去治療他的肝斑 可以發現他進步的情形非常的好 而且需要的次數也比傳統進負雷射要少很多 那除了進負雷射、皮膚雷射以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就是你要去處理他血管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有關血管性的雷射 那血管性的雷射他其實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種 包括五九五奈米的波長 五八五奈米的波長等等 那以我們的經驗我們發現說 如果你在肝斑的位置用皮膚菌去看 發現說你肝斑的位置血管有增生的情形 這一個類型的肝斑你加上血管性的雷射去治療 效果就會相當的不錯 像這位患者就是我們搭配皮秒雷射 還有加上五八五黃雷射的治療 去處理他血管的問題 這樣合併治療之下 你會發現說他肝斑進步的情形相當的好 那這一部分是屬於雷射治療肝斑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其他肝斑治療的方式 像患膚也是其中一個治療方式 講到患膚我們常常會講說 這個患膚不是已經很古老的一個東西了嗎 果酸患膚杏仁酸患膚不是已經講了十幾年了嗎 其實很多人只記得說 果酸患膚杏仁酸患膚他可以治療粉刺 治療痘痘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忘記說 患膚本身也可以是治療肝斑的一種武器 特別是我們上次提到說 肝斑有表皮型跟真皮型跟混合型 這三類型的肝斑 如果你的肝斑是屬於比較表皮型的 那這個類型的肝斑 用患膚的方式去治療 對於肝斑的效果也相當的不錯 像這位患者就是我們用 所謂的膠普杂酸患膚去治療 你可以看到他肝斑改善的情形非常的好 這是屬於患膚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目前在治療肝斑 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就是傳綿酸 傳綿酸這個東西 他以前是用在止血 譬如像鋼手術會有一些出血比較厲害 那我們會給你口服或是打傳綿酸 去讓你這個血止住 所以傳綿酸本身是一個止血的功能 可是後來有人發現說 其實用傳綿酸來治療肝斑 也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其實用口服傳綿酸去治療肝斑 在我們的老師都有教給我們這個密招 那事實上在日本啊 在台灣在韓國在中國等等 其實已經用口服傳綿酸 去治療肝斑已經二三十年的時間 目前已經證實說口服傳綿酸 對於肝斑的治療效果 其實是非常的好 那到底要吃多少劑量 效果會比較好 以及需不需要停藥 這個就是要有醫生跟聚齡的情形 來做進一步判斷 那傳綿酸除了用口服的以外呢 在國外的一些研究 也有用局部注射的 或是用X的保養品的方式去治療肝斑 那目前一些研究也發現說 它的效果也相當的不錯 那在治療肝斑 還有一個比較新的研究 有發現說 肝斑的患者 它的表皮脹壁是缺損的 它的筋皮水分善失是增加的 所以保濕也越來越重要 很多人只記得美白 卻忘記去修復你的腳支撐 忘記去修復你的皮膚 這樣子你治療肝斑的效果就會 事倍公辦 那除了保養品 雷射以及藥物的治療之外呢 也不要忘記說 肝斑的產生給我們體內的荷爾蒙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情緒壓力跟睡眠品質 在肝斑的治療角色上也非常的重要 那總而言之呢 肝斑的治療 絕對不是單一武器可以去把它治好的 那目前治療的趨勢呢 就是要合併多種武器 同步或者是輪替的進行 來達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那至於要怎麼組合呢 這就是我們治療上的隱瞞學問 譬如說你是以表皮型的肝斑為主 我們就會以代謝表皮層的色素為主 那有時呢這些武器是同步進行 有時這些武器呢是要輪替進行 在A的治療方法治療兩三個月之後呢 我們要轉換成B的方法 在治療兩三個月之後 我們要換成C的方法 這種車輪式一個輪替治療方式呢 可以進一步讓我們甘斑的復發率會降低很多 以上就是我對於甘斑目前的一個治療方式 還有個人治療心得的一些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按讚訂閱並開啟有小小的小鈴鐺 既然會也획了